面对疫情,最好的方法是让外国观众知道中国是怎么把疫情处理的,而不是比较不同国家的政策。 我只要给大家看一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,跟老百姓一起聊天,一起开玩笑,一起互动,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。 浮光浮长的时候,我去年轻,戴了一个可爱的帽子,装点那个照片,跟农民一起上班。 河北卵平县有一个小村子叫于英村,我去了梁寺,给大家看一下一年前一年后相比村子和村民都有什么变化, 然后那天晚上跟村子的阿姨调了光川湖。 我在浙江给一条河的河长当助理,我以为我会当河长,但是我就是他的助理。 在甘肃一个沙漠,体验了生态狐狸人的工作,这样可以给外国观众看一下中国是怎么理解那句话, 绿水晴山,就是晴山隐山。 我还去了水川,水川的梁山遗址之后,跟学生们和当地人一起坐了扶贫小满车, 办人家办货物,然后跟学生开开玩笑。 我还去了武汉,拍到了街坊一年后,城市是怎么恢复的,跟一些武汉人聊他们的生活。 我去了新疆,在一个考难工船随便跟员工聊天,在一个棉花地跟棉农随便聊天, 在和天的路边跟小孩随便聊天。 我拍到了新疆真正的情况。 我刚刚从西藏回来,在那拍到了很多园藏项目。 我还坐火车走了拉临前路,跟乘客聊他们的感受。 那你可能觉得,我刚刚提的这些跟疫情没什么关系, 但我觉得疫情中所有的话题还是跟疫情有关。 全球疫情还没结束,但通过我的视频, 观众都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在继续。 改善全国人民生活的工作没有停止, 扶贫支付没有停止,生态保护没有停止, 不是因为我直接对镜头这么说了, 是因为我拍到了,大家都能看出来。